我真的不知道蔣王安 為什麼那麼急著 一定要林毅華在二月一號 而且還算準準 算準說不能補選的時候 你才去上當這個副市長 可以晚個半年 可以晚個一年 讓臺北市的大安區 還有立委可以繼續服務 即使在一年也還不過分 就是一年之後 林毅華在就任也還ok 那國民黨真的沒有人才嗎 我就推薦他人才 羅志強就是很好的人才 羅志強還比你們這些人有guts 當初他選桃園的時候 還辭掉臺北市市議員 對 對你看國民黨是有這樣 有guts的人 你要彌補羅志強 因為他也是大安區出身的 他也是大安區出身 他是臺北市出身的 所以他彌補說 為了桃園整合成功 你應該讓羅志強 去做這個副市長 你說一定要三分之一 好剛才那個議員有說要女性 好那我們三分之一 立區我也給你推薦一個 李永平現在也沒位置 李永平在郝龍斌時候 也是負責文化教育的 優秀的副市長人選 為什麼你都不用 你一定要林逸华 我講白一點就是 你蔣萬安這個人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人 像你要羅蘇磊 要王鴻薇很簡單 因為你不要羅蘇磊 如果不然大安文山區 沒有人嗎 也有人 羅蘇磊就是很好的立委 他資訊 柯文哲也資訊得很好 MG149就是他挖出來 為什麼不是羅蘇磊 一定要王鴻薇 這個東西就是 你蔣萬安個人的私心 導致台北市民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台北市民很無辜 你兩個立委 市長副市長 兩個立委不去 到前央這些立委都議員 王鴻薇議員 徐小心也要選 到林逸华那區 王鴻薇 李博裔 徐翁廷 都想要搶這些立委 結果所有的議員 又全部又要出缺了 都要去初選了 這個東西都 他們是不是覺得 更難看的是說 比如說王鴻薇來選立委 很可能私議員少 私議員全部都變落跑 如果林逸化再選的話 私議員又要跟著掃一些 對 我不想變成一個落跑黨 從朱立倫以降 接下來是用這些落跑黨 來迎接侯友宜的落跑 五月可能四五月又要 國民黨總統又要出選 所以侯友宜照樣可以落跑 你整個黨變成落跑政黨了 沒有 朱立倫可能會說 我們不能再落跑了 這個只好我自己以身世法 不要再讓侯友宜 背上落跑的罪名了 對 所以 朱立倫就可以自己來了 是不是大家全部都在幫侯友宜鋪陳 說 落跑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全黨都落跑算了 為了五月迎接侯友宜 來參選總統 是這樣子嗎 國民黨可能要說清楚 跟選民交代 明白說 你到底為什麼 你黨內沒有人才嗎 一定要用落跑的方式來參選 我要跟侯友宜講 你們郭台銘也很好 朱立倫也很好 為什麼一定要侯友宜 我覺得不要認為說 你們一定要某個人可以 其他人都不行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鄭知道了